再来确诊很多人都在想 这清关一号到底买不买得到呢 但是以后可能会改成自费 有限制的 在疫情期间供不应求 7月1号开始 有没有可能13到64岁的确诊者 必须要自费了 这个价格可能会在 1500到2700之间 民众一听也觉得很生气 怒轰如果说付不出钱 难道就只能等死吗 中医师工会的全联会表示 他说这个限缩公费使用的对象 可能会影响确诊病患的用药权益 台湾研发的清关一号 在疫情期间供不应求 但现在传出 从7月1号开始 13到64岁的确诊者必须自费 你编了那么多的钱 这时候就是你该用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去思考一下 当他讲不出来的话怎么办 是让他在那边等着死还是怎么样 卫福部中医药师严厉 从7月1号开始 只有65岁以上12岁以下确诊者 可以使用公费清关一号 也就是说13到64岁的确诊者 必须自费购买 台湾清关一号能够抑制新冠病毒 及蛋白结合减少病毒感染细胞 还能抑制病毒蛋白质复制酶 阻止病毒产生 自费的价格落在1500元到2700元 现在每天上万人确诊 清关一号扮演重要角色 卫福部严拟自费引发反弹 中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表示 此时限缩公费使用对象 恐怕会影响确诊病患用药的权益 记载程全白 王一仲 台北报道 再来说到了小朋友 其实现在家长很担心的 都是因为最近小朋友 开始陆续打疫苗了 那会不会有一些状况呢 高雄24号 这个45所的国小 就开打莫德纳的第二剂 很多小朋友的爸妈 带着他们到学校去打 但是有一位爸爸在脸书说 他的8岁儿子 打了莫德纳第二剂之后 出现了心肌炎的不良反应 最后还进了家户病房 他就质疑 第一剂跟第二剂打的时间 是不是因为太短才出状况 学校开打莫德纳第二剂 就算高雄停止实体上课 家长为了孩子健康 还是带来学校施打 但对疫苗还是会担心 觉得说第一剂跟第二剂的建国 有点多 我是有担心啦 可是也是要打 会不会多少有点担心 多少是会啦 不过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只觉得还是赶快施打比较好 高雄有名爸爸分享 8岁儿子接种第二剂莫德纳 间隔时间32天 居然出现心肌炎反应 送到家户病房 咱们跟医院医生 他口罗上第一已经确认 是疫苗产生的不良反应 小孩子健康康康的 打第二剂在未满 四八九十地级有这样的反应 那就是疫苗产生的 这有什么好处理的 8岁的儿子 5月16号打莫德纳第一剂 6月17号再施打第二剂 6月19号出现心肌炎不良反应 跟第一剂只间隔32天 男同病发后 先送到凤山医院 接着发现情况不对劲 最后直接送长庚加护病房 我老婆说有就打 那我就只赌一把 我一赌对了 小孩子没事 他赌不对了 小孩子就进医院 这样跟测是有问题的 国际都还有到八周的 为什么都还有四周 你知道所以让小孩子 可以去打第二剂 疫苗都会有一点负作用 那也有一点风险 家长一个建议 自己依照小朋友自己的身体状况 男同师打第二剂莫德纳 引发心肌炎 是不是高雄首例 目前卫生局还在了解 打疫苗到底安不安全 家长就算担忧 为了防疫 似乎还是得打下去 记者罗彩瑶 SNG小组 高雄报道 好 再来关心北市的大巨蛋 阿伯任内到底有没有办法 营运呢 看来是要跳票了 台北市的大巨蛋原本预计 今年10月可以试营运 现在6%的防火区域的规划 因为是属于中央来审查 所以卡在内政部 还没办法过关 就等于是柯文哲卸任之前 大巨蛋的营运是确定跳票 那柯文哲今天就炮轰中央 建造变更 从去年4月卡到现在 他说不要为了对付柯文哲 每样都卡 北市大巨蛋整体工程 已经完成超过94% 没想到现在却因为建造变更被卡关 说好的10月市营运计划 确定跳票 等同市长柯文哲任内 要完成大巨蛋 根本不可能 整个审查的过程当中 其实产生很多变数 所以我想在10月市营运这部分 可能没有办法达成 主要还是在第4次的建造变更 卡在这个所谓的内政部 大巨蛋原本想配合国际赛事营运 却因为中央卡关计划全变掉 远凶坦言就算中央同意建造变更 要等完工至少也要2到3个月 拿到使用执照到营运还要多久 不知道 整个施工的时程 我希望能够在拿到建造之后 大概在2到3个月之内 完工之后 希望能够先申请执照 严看大巨蛋无法在自己任内剪彩 柯文哲火大 跑红中央 不要为了政党利益牺牲国家利益 我们不会放水也不会刁难 一切立法先胜 去年4月到现在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好好平安先审查要审这么久 其实是这样 也不要为了对付柯文哲 大湾北断 大巨蛋 设置党 每一样都卡 我觉得是这样 政党的利益不要超过国家的利益 这是不应该的 在野党则炮轰大巨蛋工程延宕多年 柯文哲和远雄也难辞其咎 远雄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柯文哲也要负一半的责任 如果当年不是假借了一些 奇奇怪的理由停工的话 现在早就已经复工了 事实上就算没有内政部的卡 台北市跟远雄的议约跟国赔 现在也是还没有切割清楚 大巨蛋争议从公安问题 变成整治问题 中央地方业者三方角力下 就怕权益受损的最后还是市民 记者黄文君 徐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再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巴德路居然发生了 街头砸车事件 是什么原因这么样的凶猛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有人不高兴 两车并排路边 银色轿车驾驶 怒气冲冲下车 下一秒进高举手中滚棒 手持甩棍狠狠朝一旁黑车 打了过去后照镜当场断裂 驾驶随后转身上车离去 还不忘持续标骂 手还驾驶忍不下去 下车理论搜阵 但迎车驾驶比手势挑衅 扬长而去 附近民众听到砸车声响 全都下了一条行车纠纷 就发生在台北市中山区 原来当时被害中心驾驶 准备去卖场买东西 含一旁流行驾驶 为了真右转的外侧车道 引发多次逼车互不相让 流行驾驶心有不该 趁对方停等红灯时 拿甩棍砸他的后皱镜 和车身摆筋 行车纠纷 演变成杂车毁损案 有毒品强盗前科的流行驾驶 不满被逼车 挡街叫骂 活大失控杂车 这下反倒得面临刑责 并赔偿损失 解决用此装备资 采访不懂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 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 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了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 我们下期再见